小的屋超脚 我觉得这挺多哦 吃这个 因为调转性让我的心情瞬间低落 说延期就延期 本来以为就三四天就可以出狱了 先减 结果感觉就是无期徒刑 延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考 这段时间以来真的生活都没有 每天就是学习学习学习 就是收到短信那一刻真的特别崩溃 原本以为考完试可以做很多事情 结果现在全部又得往后推 其实也不是觉得说这些东西学了白学 但是就是觉得说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所以就心情特别的当 结果现在 我只想化个妆出门去运动 哈喽 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 然后准备出门去健身房 然后我的心情也变好了 就在化妆的时候在想 反正我的目标都是不放弃 那何必因为这样一个 我无法改变的事情去影响今天 或者未来的心情或状态呢 所以呢 现在我就想该干嘛干嘛 就没必要因为这种不可看力的原因 去影响自己接下来的生活 嗯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好啦我现在要出门撸铁啦 今天长这样 那我们也想参加瑰鸥 在cü same地方 唉呀 其实一点都不饿 所以的话我就想着把中午的火腿排骨热一下 热了随便吃一碗 晚上我的护肤的话就会相对精致一点点 会涂一支水然后精华还有乳液 但其实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敏感 我只需要基本的补水就OK 涂太多营养的就容易脏痘 突然有点饿了 然后我现在先吃饭 这是一个歹味的蘸水自己调的 这是一个干辣椒 就是虽然吃的清淡 但是总觉得每餐都需要吃一点点辣的 哈喽早安 我今天八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做了第一个有氧运动 就是打扫卫生 平时的话我基本上两天都会做一次有氧 然后备烤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一周只做了两次 所以今天一大扫起来就只想把家里面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准备做一个全麦精香鱼饼 全麦粉用的就是上次里面分享的这个 其实全麦饼非常简单 就打一个鸡蛋 加一点点全麦粉 一般是15克吧 我记得但是现在的话我就 因为弄的比较多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感觉来了 再加一点点水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状态呢就是不要太稀里也不要太浓 应该一般就OK 如果稀的话你就加一点全麦粉 如果觉得稠的话你再加点水就OK了 然后倒进去就OK了 不需要油 啥都不需要 欧了 把它卷起来 哇哦 哇560刚刚好 因为这个手柄的重量是542 然后加18克的粉 刚好560 看这个油脂 太治愈了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刘晴的这个20世纪西方思想潮流 于是生存不是一个不超级好 不是一个生理概念 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问题是文化概念是对的吗 我未经反显的人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感到困难 一起来插两个快递 买了一些KVK的首饰 哇这个包装我有点喜欢 简约大方 还比较好收纳 两条项链 这个是一条巴洛克风的鱼尾项链 这条项链我真的超喜欢 水滴珍珠型的 就细细的一个项链 然后穿裙子呀 我觉得怎么搭配都应该非常好看 我买了一个乐康片 一半是珍珠一半是银的那个项链 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条搭配裙子要更好看一点 看一下 另外一条的话我觉得可能搭配衬衫会更好看 或者吊带 先准备写一下 接下来半个月的一个学习生活计划 用不到两个颜色 这条项链 我买了一个小时链 就要了 我买了一个小时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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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用来发酵酸奶 用到的就是这个 均粉 然后牛奶 还有一个发酵的一个容器 做一个消毒 我一半就是微波炉 转这么两三分钟 然后现在用这个均粉和牛奶混合就可以 每次我都是用一条 一定要均匀混合 好了我已经消好毒了 现在把牛奶倒进去 残了残了 没错发生了意外 它居然裂了 所以我重新换了一个容器 把它放进烤箱 八个小时之后就OK了 吃了一碗葡萄 准备开始看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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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